字幕提供 俄方公開一段現場視頻 刻言顯示中共第三號人物 中共人大委員長栗戰書訪俄期間 明確表態支持俄國入侵烏克蘭 這就等於撕破了北京一直以來 在俄烏戰爭上塑造的中立形象 目前俄羅斯正在打敗仗 中共站錯了隊 又前後形象不一 學者指出中共情況相當尷尬 特別是提到擔憂香港 可能在西方制裁中國的時候受到牽連 俄羅斯國營電視台近日播出 9月8日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 應要出訪俄羅斯的時候 曾經明確向俄方政要表示 在俄烏問題上中國支持俄羅斯 對俄羅斯由不同的方面給予察緩 這是中共目前為止對俄羅斯作出的最有力的支持性表態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王偉國 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目前中國情況相當尷尬 他認為 中共不想見俄方戰敗 但是又受制於國際社會 以及俄國中興起的反戰取態 不可以過於表態支持俄方 所以現在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上 好像快要打輸仗的情況下 中方或是希望在集訪會前 先派出栗戰書出訪俄羅斯試水溫 王偉國說 派出栗戰書可能作為試探 現在最尷尬的是 如果中方過於幫助俄方 很可能會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 對中國作出經濟制裁 對中國現在的經濟會更加雪上加傷 王偉國說 如果俄烏和台海局勢持續惡化 不排除歐盟美國對於中國實施制裁 到時候可能會波及到香港 因為坦白說 現在中國和香港是一樣的 如果中共被人制裁的話 擔心會不會有特定的措施來針對香港 制裁如果是象徵性 有可能會計美國早前制裁香港官員之後 再針對港區國安法制裁香港法官 如果是實際制裁 即是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禁止高科技、敏感科技進口香港 或者是針對限制在香港的中資機構 和財團作出懲罰性的措施 王偉國相信 根據以往的經驗 如果香港被人制裁 李家超政府會措手不及 即使是有反制裁的措施 也沒有能力、沒有條件去實施 很可能只是流於戰狼式的謾罵 有港人在臉書上留言說 這下不是搬起舊石來扔自己的腳 香港一定要陪著偉大祖國一起捱呀 有人說 如果香港真真正正實行一國兩制 起碼現在都有一個對外窗口 某大大的偉大思維下 將那個窗口都塞住了 這個應該要搬起石頭來摘自己 你說多聰明呀 自從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八月訪台之後 中國隨即加帶在台灣周圍的軍事行動 包括舉行為期七日的軍演 並且持續派遣軍機和軍艦 跨過台灣海峽中線 9月13日路透社報導 美國在俄羅斯2月入侵烏克蘭之後 為了阻止中國入侵台灣 正在考慮擴大對於北京的實施制裁 措施可能不止西方目前 對於大陸採取的貿易和科技限制 台灣也在遊說中歐盟 要求採取同樣措施 目前西方國家已經在電腦晶片 和通訊設備的領域那裡 對中國實施部分的貿易和投資限制 華府和台北希望擴大制裁範圍 美國商務部前高級官員尼卡塔 告訴路透社 有鑑於美國和他的盟國 和中國的經濟有比較廣泛的九角 他們可能對中國實施的制裁 會比起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要複雜得多 8月9日深顯法案生效 8月底美國命令森圓巨頭輝達 和超威半導體公司 日後不可以再向中國企業 出售兩款主要是用於人面識別的人工智慧頂級晶圓 其中 美國新牌照條款定名 未來禁止向中國 包括香港 出口有關的產品 8月17日 自由亞洲電台曾經報導 英國撒停了一間港企對於英EDA科企提出的收購案 這間被英國拒絕收購的港企被質疑是中共財政部去持股 有中國官方背景 這個是英國政府首次去用國家安全為理由 針對香港企業 啟動國家安全和投資法案 香港網友Jack Wong跟帖評論說 目前香港已經是實際的制裁 不需要假設 中共的邏輯就是要搞到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城市之一 不去用法治 打壓自由 令到香港沒有了民主社會 又要享受到香港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利益 正所謂真是沒有兩頭利 要求擁有所有的利益 歐美國國都已經看到中共醜陋的面孔 不會再上當的了 美國國會參議院兩位重量級的參議員 林塞·格雷厄姆 和查理德·布魯門薩爾 9月14日聯合提出了一項的兩黨法案 打算將俄羅斯認定為是恐怖主義贊助國 共和黨人格雷厄姆 和民主黨人布魯門薩爾 近幾個月以來 一直都尋求將俄羅斯加入 美國認定的恐怖主義贊助國的名單當中 那個名單上目前有四個國家 朝鮮、伊朗、敘利亞和古巴 根據國會山的消息 兩位參議員在星期三的一份新聞稿中表示 這個認定將會取消俄羅斯 在美國法院面前的主權豁免權 並且會減少美國對俄羅斯的外國援助和出口 格雷厄姆議員在宣布這個法案的聲明當中說 如果普京的政權在做了所有這些事情之後 還不讓人認為是恐怖主義贊助國的話 這樣這種認定就是沒有了意義的了 格雷厄姆指的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入侵戰爭 以及戰爭期間 俄羅斯軍隊針對烏克蘭平民 以及非軍事目標的暴行 布魯門薩爾議員在一份聲明當中說 俄羅斯已經成功爭取成為 《戰民國家俱樂部》的權利 之前的7月下旬 由這兩位兩黨參議員 推動在參議院一致通過的一項決議 敦促總統拜登政府的國務院 認定俄羅斯成為恐怖主義贊助國 但是這一項決議始終都沒有得到拜登政府的響應 8月上旬 格雷厄姆和布魯門薩爾 再次呼籲拜登政府主動採取這個立場 不是的話 他們將會在國會推動立法 來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拜登政府在9月份早點的時候再次表示 他認為俄羅斯人應該獲得這個稱號 白宮新聞秘書 上皮歐爾話 最近的一次白宮簡報會議當中表示 拜登政府認為這個舉動 不是比俄羅斯承擔責任的最有效 或者最有力的前進道路 並且 可能對烏克蘭和世界 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上皮歐爾話 這個認定 可能會限制了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並且促進烏克蘭食品出口的能力 從而危及到最近達成的一項允許 通過被俄羅斯封鎖的黑海港口出口烏克蘭農產品的協議 在拜登駁回參議院決議之後的一個星期 格雷厄姆和布魯門薩爾兩位參議員提出了他們的上述法案 這個法案推出的時候 烏克蘭已經開始了反攻 並且在烏克蘭東北部地區 成功將俄羅斯的軍隊 趕納回去靠近俄羅斯邊境的地帶 布魯門薩爾議員表示 烏克蘭在戰場上的成功 不僅揭示了他的軍事實力 和俄羅斯的弱點 而且還揭示了普京依賴於 針對烏克蘭人民的野蠻暴行 種族滅絕和戰爭罪行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也很多次敦促美國將俄羅斯認定是恐怖主義國家 他還呼籲聯合國都做出這個認定 扎蓮斯基總統在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說 仍然沒有官方去承認俄羅斯是一個恐怖主義贊助國 這個恐怖國家的公民 仍然都可以前往歐洲度假和購物 他們仍然都可以獲得歐洲簽證 沒有人知道他們當中是不是有 剛剛由烏克蘭被佔領土地回來的 施虐者或兇手 他還說 我們仍然都需要加強合作 以制裁俄羅斯的恐怖 俄羅斯必須被認定為是恐怖主義國家 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9月13日在新聞會上宣布 前國務卿蓬佩奧將會在YouTube發佈系列視頻 和中國的人民直接對話 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中心顧問委員會的主席蓬佩奧 13日發佈了第一段視頻 他表示 中國共產黨自稱代表中國和中華文明 這個連共產黨自己都知道是謊話 因為如果中國政府真心認為自己代表中國人民 北京就不會投入比起國防支出更加高的預算 來鎮壓和監視它的子民 我們製作這些視頻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直接和中國人民談論中美關係 因為中國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民 蓬佩奧在視頻當中說 對於中共來說 你們中國人民是它最大的敵人 我知道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因為我和中共領導人所有的互動都令我相信 中共真正關心的 是怎樣保持對於中國人民的控制 前國務卿說 中共憎恨美國是因為他們擔心 中國人民會受到美國的自由民主榜樣啟發 而美國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 最有影響力的民主國家 視頻當中說 我知道最勇敢的是為自由而戰的華人的事跡 例如香港的陳日君主教和黎智英先生 以及無數追責中共的華人 特朗普時期 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 余茂春擔任中國中心主任 他在新聞會上面說 中國中心希望跟中國人民有更加深度的交流 因為中國政府並不代表中國人民 余茂春相信蓬佩奧的視頻 會通過推特和微信 在華人當中發酵 余茂春在新聞會上面表示 他們一系列的視頻 將會去討論人權 台灣、新疆等美中國去避免探討的議題 中國人民對這些議題的內容有知情權 也都必須等他們加入相關的討論 發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